影音、童工、平安 影音、童工、平安 我們現在要看音控跟PPT的操作 剛來的時候就是先 那邊的螢幕要先拉下來 然後接下來都在這邊操作 那個投影機呢 看這個 投影機的開關就在這邊 就直接就讓它打開 這邊 電腦主機的開機 這邊呢 電腦主機跟這個 音控的電源他們都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先開這個開關 看得到嗎?這邊有一個紅燈 這個 把這個紅燈打開 然後打開之後 這一台跟主機都可以開 那主機就是 這邊把電源打開 然後這電腦會開比較久 所以要等它一下 然後 這一台的話就是總音量把它打開 大概轉到10點鐘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我要關機要離開的話 首先是電腦關機嘛 電腦關機完了之後 這邊都不用動 這邊都不用動 只要把總音量轉到最小就好了 這邊總音量轉到最小 然後電腦關機 確定它已經關完了之後 就可以把剛剛那個 插座那個紅燈關掉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控制的音量的鈕 就是這四個 無線麥1 無線1 無線2 有線1 有線2 還有電腦1 主要再調的是電腦1跟無線麥這兩支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音量 現在我剛開機的時候都會出現那個畫面 然後麥克風就是 可以檢查一下它的電池 先把兩個耐功打開 然後看它電池電量 電量在這邊 它會先閃一下 看這個只剩它兩格 這個還有三格 這樣子還可以用 然後如果快要沒電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跳掉 那時候就要換電池 我現在拿2號麥克風設施 然後呢 高頻就是聲音比較尖銳的聲音 如果把高頻轉小的話 聲音那個比較尖銳的感覺就會消失掉 把它轉掉 我的聲音就會變得悶悶的 然後把中頻轉掉的話 就是中間的感覺 它就會變得很沒有空間感 通常敬拜就是唱到一半 然後就是竹林要帶禱告的時候 我就會把電腦的高頻跟中頻轉掉 然後只留下低頻的音量 所以你就只會聽到貝斯的聲音 然後高頻跟 就是它唱歌聲音就不明顯 這樣就很適合在禱告的時候用 然後低頻啊 就是像 你看我把低頻轉大 聲音就會變得很沉 就是比較有磁性 它如果把它轉過來 就變得好像點點的有沒有 有些人的聲音低頻很重 像牧師的聲音低頻很重 就要把它的低頻轉小一點 對 然後反正是看不同的人啊 它聲音如果聽起來不舒服的時候 就可以來調 通常都不用調的話 主要就是調音量大聲小聲 像那個 信號鼠鼠的聲音就特別大聲 就要讓它轉小一點點 就是 對 然後那個 深層鼠的聲音就還好 然後那個 陽彈道的聲音就太小聲 就要調大一點這樣子 對 如果說要插USB的話 如果說要插USB的話 就是這邊有四個孔 這邊有一個已經插了 然後另外三個孔都可以插USB 這個是Mute 消音的意思 投影機消音的話 就是消掉螢幕的意思 對 它按了它就會變黑掉 可是 它也不會關機 所以它是 變按的比較快速的按法 就這樣 它就會黑掉 然後我要在它亮的時候 就再按一次 一樣是Mute 它就會馬上亮起來 就不會像那個 開關機等那麼久 這個Freeze啊 它是 它是靜止的功能 就是如果現在我要讓它 定格在某一個畫面 然後我要偷偷操作一下電腦的話 我就會先按靜止 現在 好 比如說現在這樣 我就按靜止 你看 那邊就會顯示靜止有沒有 這邊 右上角就會顯示靜止 但是呢 我們的電腦畫面已經黑掉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 那邊靜止的時候 我們這邊電腦就可以做別的事 做完之後 再把這個Freeze再按一次 它就會 又會連上原本電腦的畫面 現在螢幕有一個問題有沒有 上面被切掉了 這個是 就是 這個投影機的問題 它有時候就會這樣 它被切掉 我要讓它變正常 我就按這個 Source Search嗎 這個 右上角這個鈕 它是尋找訊號源的 我去按一下 我去按搜尋訊號源的時候 它就像重新整理一樣 這個畫面就會恢復正常 剛剛切掉的地方就不見了 剛進電腦的時候 它沒有 它是離線狀態 所以我要先連上網路線 這邊有一個 這邊 這個是 這個是 那個連線 它現在是驚探號碼 所以我要把它弄通 點下去之後 它有兩個連線 網路3跟寬頻連線 點這個寬頻連線 然後按傳頻連線 連線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它就會連上 這樣它就會連上 教會的直播 就是直接打五七教會 這邊這個 五七禁拜教會YouTube 點進去 然後這邊就可以找到那個直播 它目前直播現在是離線 所以現在找不到直播 那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直接點那個直播進去 這一條 這個是HDMI線 它平常可以不用擦 就是 如果說我只要用一個螢幕的時候 就不用擦 可是如果我要用雙螢幕的時候 我希望電腦螢幕跟PPT螢幕 是兩個不一樣螢幕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插上去 好我按這個 按這個 搜尋 搜尋訊號源的鈕 對 投影機按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電腦1電腦2 HDMI 所以呢 我剛剛如果有插那個HDMI的線的話 它就會有兩個訊號 一個訊號是電腦螢幕 一個訊號是延伸出來的螢幕 那如果把那個訊號 把HDMI拔掉的話 那它就只剩下電腦2 它這邊就會沒有 它就會只剩下電腦2 這邊就沒有訊號 有插就會有 沒有插就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電腦螢幕是有這個 有這些圖示的嘛 然後上面PPT螢幕是沒有的 因為這兩個是不同的螢幕 我可以示範給你們看 我比如說我們聚會還沒開始 那要先放格 或是說我們 就是現在大家正在看一個東西 好我就把這個 拉到右邊的螢幕 有看到 欸這樣子 往上往上 欸這樣 你們會發現 現在是 同時看到電腦螢幕跟PPT螢幕有沒有 嗯嗯 從這邊拉過去 到另外一邊 右上方 有沒有 螢幕就被拉過去了 嗯嗯 拉過來 放這裡 所以它就移到上面來了 嗯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螢幕就是 右邊的大螢幕的內容 那我左邊就可以 左邊 我的主機螢幕 我就可以操作我要找的東西 比如說我找下一首歌等等 好 但是呢上面 有時候我們不需要這麼麻煩 有時候我們只需要一個螢幕就好 那你就把它拉回來 放這邊 然後你要顯示主螢幕對不對 你要顯示主螢幕 你就按 一樣是按這個 搜尋 搜尋搜尋 按一下 它就會跳回到 主螢幕的顯示 那就可以了 就讓你來一陣子 你先到一陣子 對 那就是 你再接一下 你來自然的 你快點